多年来 俄罗斯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之间的博弈 一直就没有停止过 如今 从地缘上来看 北约一方似乎占据上风 北约不断东扩 已经将俄罗斯生存空间挤压到了极致 两者之间已经只剩下乌克兰者唯一一块缓冲去了 从乌克兰自身的角度来说 应该根据自身的地位 积极发展多边关系 争取在北约与俄之间左右逢源 才符合自身利益 然而 乌克兰却明显选边站队 渐渐投降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怀抱 然而 巨额塔设3月2日消息称 美国已经批准向乌克兰出售一批价值约4700万美元的武器装备 其中包括37套标枪反坦克导弹系统 210枚配套导弹 从这份军购单的价值来说 倒不算什么了不得的事 但从这份军事本身的意义来看 就相当不一般了 据消息进一步报道 乌克兰军方表示 这套标枪导弹系统能帮助乌克兰建立长期的防御能力 保护其主权和领土完整 而事实上 稍微客观一点来分析 乌克兰对这些导弹抱如此大的信心简直是自欺欺人 他所说的帮助乌克兰建立长期的防御能力 显然指的是对俄罗斯的防御 而世人皆知 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在全球排名前列 并且还有强大的实战能力与丰富的作战经验 就算直面交横的美军也丝毫不处 从近几年叙利亚内战来看 2015年9月俄罗斯武力介入 将美国大力支持的反政府军打得烟消云散 在内战后期 甚至排逼的美军从幕后转向前排 表现出了敢于直接与美军展开交锋的架势 所以 乌克兰将凭借此次购买的区区 37套标枪导弹系统来制住俄罗斯 完全是天方夜谭 另外 乌克兰此次向美国进行军购 还有优美自重的政治意义 两国之间展开军备贸易 说明双方是有相当强政治互信的 而事实上正是如此 最近几年来 美乌两国频频互抛媚言 表现出良好的双边关系 甚至在2014年8月底 一度传来乌克兰要加入北约的消息 后来在俄罗斯强烈威慑下才不了了之 今年2月初 乌克兰房长波尔托拉克访问美国 并在美国五角大楼受到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的接见 在会谈中 马蒂斯表示美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 要帮助乌克兰逼迫俄罗斯从其东部撤军 这显然是美国在为乌克兰加油打气 不仅如此 美国还曾以实际行动向乌克兰提供支持 如去年12月22日 特朗普表示要向乌克兰提供一批 货真价值的杀伤性武器 用以早日以胜利的方式结束俄乌东部冲突 乌克兰固然表示感谢 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这明显是美国的借刀扎人之计 要借乌克兰之手挑起与俄罗斯更大规模的战争 中国有一句古话 本是同根生 相间和太极 乌克兰与俄罗斯同出于前苏联 两国民众之间至今还有许多割不断的血缘关系 而美国为了遏制俄罗斯 故意挑起俄乌两国更大规模的对抗 可谓居心叵测 此次 美国向乌克兰军首就是一个险恶的圈套 乌克兰却偏偏往里钻 无疑是在自掘坟墓 无疑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